十一月十五號 柯文哲 馬英九 侯友宜 朱立倫 面露微笑 秀出藍白河六點聲明 雖然破局 但四人因為涉嫌搓湯圓 現在被列為選他自案被告外 傳出還有沒寫在紙上的 神秘第七點 第七條就是他們躺好 但他們躺好副手很大的原因 他還滿高興就簽了 他當了副手之後 藍白河如果當選政府總統 要請他就推動修憲的工作 藍營自家人爆料 還扯出神秘第七點 說是要讓內閣制順利推動 傳出賀文哲也欣然接受當副手 只是沒有白紙黑字 可是第七條寫成 寫成那個白紙黑字不太好 就口頭大家認了就算了 因為寫的話好像是 好像大家在談好條件 那民進黨也會攻擊嘛 這當然不好 六點就六點 還有第七點 你是看哪一報的 中小平的話你也信 我不重要嘛 你信不信我也不重要 重點你有沒有 你就說沒有就好了嘛 中小平有信心 強調消息來源 很可靠 邀柯文哲隔空對峙 只是也參與 藍白和政黨協商的侯友宜 卻顯得低調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王文哲 我不知道小平哪裡得到的消息 小平很厲害 如果真的有這第七點 我覺得也很好嘛 那柯文哲還是沒接受 修憲是國家百年大忌 而且我也很贊成 就是改成內閣制 有參加的低調 沒有與會的態度曖昧 來自自家人爆料神秘第七點 到底有沒有話以說出口 檢調要釐清的 可能又加一 三星為何謀主 由他躲在報導 VM 零 五星為何 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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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